上厕所上到一半门缝的另一头出现一只手趴在地上 吓坏正在如厕的女子 这恐怖的画面发生在11号下午4点多 一名女子到新竹内湾老街旁边的公厕上厕所 没想到有一位清洁工看整间女厕只有她一个人 趁机溜进去想要偷看 当时女子听到隔壁间有奇怪的声音之后 马上就看到清洁工趴在地上 吓得赶紧拿起手机录影并且出声警告 这时清洁工才从厕所偷偷摸摸的爬出来 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移开现场 我觉得有点恐怖 对我们女生来讲真的会恐怖 内湾这边算蛮存浮的一个山城 那这种事情应该是偶发很少会遇到这样子 那如果有遇到这样子呢 其实应该是要尽快的报案 那个公厕的位置很光鲜明亮 而且人潮也很多 公厕外人潮不少却敢趴地大胆偷窥 甚至步步进逼想更贴近一点 而事后女子的男友也将整件事情po上网 提醒大家到内湾老街的公厕要注意安全 并且小心这名色狼 本案未接获民众报案 但本分局非常重视 以主动联系当事人了解案情事发经过 并调阅周边监视器厘清事实 若有违法将依法就犯 网友看到影片后也纷纷表示真的好饿 锁在地上摸也是够狠 甚至有人说感觉已经不是第一次 目前警方也已经介入调查 要招出证明公厕之狼 三新闻中后一红是韩新组长报